首相拿督斯里伊斯麦沙比里寻求跨党派合作终于是有了眉目 希望联盟三大巨头今天下午和首相会面后达成协议 承诺会专注于对抗新冠疫情 以民为先 并且将巩固国会体制 让国会更加透明 人民公正党主席拿督斯里安华 国家诚信党主席莫哈默沙布 以及民主行动党秘书长林冠英 今天下午两点到首相署和伊斯麦会面 双方会谈超过一个小时 安华离开布城之前向媒体表示 这次的会面主要是商讨抗疫和会民政策 他们向首相保证 如果政府推行的政策 能够有效对抗疫情和协助人民 西蒙将确保政局稳定 让疫情早日受控 不过这次会面 双方并没有讨论 内阁阵容 首相随后也发表联合声明指出 双方已经达成协议要加强国会 作为监督与制衡行政机构的智能 提高施政透明度 符合人民需求 西蒙也认同和明白司法独立 体制改革和政府良好施政的重要性 确保在马来西亚大家庭的理念下 营造一个有利于人民和国家的环境 西蒙主席理事会则发文告指出 西蒙会考虑跨党合作 携手对抗疫情 重振国家经济 针对政府政策提出建设性看法和意见 但拒绝成为新政府的橡皮图章 另外 国会反对党领袖安华将在近期内和其他在野领袖会面 以大帐篷概念进行谈判 寻求合作 团结在野阵营的105名国会议员 同时商讨9月6号国会复会的准备工作 以及可能提前召开的特别会议 辩论首相信任动议 还有填补副议长空缺事宜 西蒙强调 除了重点解决疫情和经济危机 也会专注于推动体制改革 18岁投票课题 反跳槽法案 改善国家复苏计划 以及维护司法独立等等 马兴社电视综合报道